美国中院议长强声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 美国中院9号将迎来号称中国州的一连串抗中法案审查 而且强声预告要速审速决 根据美国媒体Politico报道 这些法案还包括与台湾最息息相关的台湾冲突喝足法 另外其他法案包括防止中国电动车侵占美国市场 孔子学院限制法案 还有防止中国间谍活动的保护美国企业智慧财产 加总多达25项法案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共和党参议员马可 卢比奥 马可 9月26日在两院推出爱国投资法Patriotic Investment Act 要求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取消联邦税法的资本利得税待遇 资本利得税是对出售股票债券等资本时所得收益征缴的税 按照美国联邦税法 资本所得税的课税率比普通所得税的课税率要更为优惠 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说 很多华尔街金融公司选择在共产主义中国投资 把数千亿美元注入维持共产主义中国的军队 依赖奴工并违反贸易规则以破坏美国公司和就业的企业 这既不利于美国人民 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声明还说 按照美国税法 这些投资享受资本利得税的慷慨低税率 而两位共和党议员连累推出的法案 将防止美国的税法鼓励在中国投资 这部议案规定 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将不再享受资本利得税待遇 而是必须按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来缴税 这将鼓励从中国的证券中剥离出来 新增税率只适用于未来的新增金融收益 而不是以货收益 如果法案获得通过 公司与个人将有六个月的时间撤资 还可以把税款分成三年支付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 资本利得税是为了鼓励投资于美国创新 而不是资助压迫性的共产主义政权 但是华尔街继续付钱给我们的对手 并从美国的税收制度中获取收益 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来自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太长时间以来 美国人对中国军工综合体的投资 得到了不公平的解释优惠 使他们对以从资助我们的对手中获取利润 这是错误的 停止中共法案获得美国众议院通过 停止中共法案制裁细节 制裁对象 一 中共中央委员会每个成员 二 如果中共中央解散 其后继组织的每个成员 三 上述成员的成年家属 包括配偶或配偶的成年家属 国际紧急状况经济权利法 赋予总统的所有权利 封锁和禁止有关上述人士在美国境内 来自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财产和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 二 吊销签证及所有可能福利 上述人士不得进入美国 也有签证或入境文件立即失效 无资格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或其他文件 无资格被接纳或假释进入美国 有关法案通篇拿 中国说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約翰遜表示 美國國會必須繼續集中精力 利用一切工具來對抗中共 在本屆國會會期結束前 眾議院將會對一系列法案進行投票 以授權下一屆政府 在你身邊 路水月未疲倦 伴你萬行一段節一段 越過高峰 另一風卻又見 目標誓言 讓你想永遠在前面 隆重崎嶇 亦不怕受磨練 願一生中苦痛快樂也體現 愉快被愛在身邊 轉又轉 風中想雪無淚 想花快樂回旋 無用計 教快 一想身邊美麗每一天 還願確信 美景兩神在腳邊 願張歡笑聲 概念苦痛那一面 悲也好 喜也好 每天找到新發現 仰疾風吹也吹 盡管給我兩考驗 小雨點 放鬆閃 早已決心向著前 作詞 曲 李宗盛